好那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模型工具链中专注于训练部分的BMtrain工具包 那么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这样一个BMtrain的工具包呢 我们回顾我们这套课程里面第一节课里所提到的预训练员模型 它正在以每年10倍的速度模型尺寸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 而在越来越大的预训练员模型它往往表现出更好的下游任务的性能 然而我们为了训练这些大的预训练员模型 它的代价往往变得越来越高昂 同时为了支持在成百上千张的计算显卡上去对这些模型的训练 这个训练的代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我们想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让这个训练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 然后我们希望让这个模型的训练变得更加的高效 最后我们希望让模型的训练变得更加廉价 能够让实验室公司能够负担得起 而不是去堆叠成百上千张的计算显卡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呢 回顾第一步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我们显卡中的显存到底都去了哪里 为什么我们训练一个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需要这么多的显卡 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需要了解 假如我们手头上有多张计算显卡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如何去利用它们之间的合作模式 去加速我们模型的训练 那么首先是CPU和GPU的区别 我们看一下这两张图 在CPU里面它往往会有很少量的这种大的计算核心 而在GPU里面它会有非常大量的这种小的计算核心 那么CPU它非常适合一些复杂的逻辑计算 而对于GPU来说 它比较适合一些大量的重复的一些数值运算 那么比如说我们深度学习中最常见的矩阵乘法 包括我们向量的加法 这种非常适合我们去用GPU去进行一个并行的计算 那么CPU和GPU的合作方式 是CPU通过给GPU发一些控制的信号 去控制GPU去进行计算 那么假如我们需要把模型的矩阵乘法 包括向量加法 在GPU中进行计算的话 我们也需要把这些数据从我们的CPU上 通过这个滤箭头传到我们的GPU上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在代码里往往需要写一句点cuda 或者图什么device 我们这个就是把我们的模型 包括我们模型的输入 从我们CPU上放到我们的GPU上 这样我们才能利用GPU去对我们的模型的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进行一个速度上的优化 那么说完这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显卡中到底有哪些显存的组成 首先我们为了加速模型的前向传播 我们需要把模型的所有的参数都放在我们显卡当中 这就是一份的模型参数量这样的一个显存占比 那么在反向传播过程中 我们会得到模型的梯度 那这部分梯度我们同样保存在我们的显卡里面 那这个梯度的参数量和模型的参数量是一个数量级的 那显卡中的显存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就是模型的中间计算结果 中间计算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用Transformer这个架构里面最常见 也是最多的一个模块叫线性层 也就是矩阵的乘法 我们用这个表达式来看一下 在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线性层会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Y等于WX 其中W是我们线性层里的参数 X是我们线性层的输入 而Y是我们线性层的输出 在计算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为了计算模型的参数的梯度 我们需要通过模型输出的梯度和模型的输入 进行一个外积 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就需要 为了完成这样一个计算 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的输入 也放在我们的显卡里面 那这个输入是哪里来的呢 在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在Transformer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线性层 那么我们需要在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把这些所有的线性层的输入 都先保存在显卡里 那么直到我们反向传播 用完了这个参数之后 我才能把它从显卡里去进行一个释放 那么从前向传播的时候 就要开始保存 到反向传播之后 我们才能把它从显卡上释放 那么这些就是模型的中间结果 它需要在显存上保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那么每一个这样的中间结果 它的大小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在我们回顾Transformer的一个模型的结构 它的模型肯定会有batch的样的一个输入 那每个输入的长度就是我们句子的长度 就是sequent的length 然后最后一围就是我们模型的维度 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24层的Transformer 那么每一层里面我们会有attention attention里面会有几个线性层 有feedforward层 feedforward层里面会有两个线性层 那么每个这样的线性层 我都需要保存一个这么大的维度的一个中间结果 那这个也是在显存里的一个不小的一笔开销 第四部分在显存中占大头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优化器 我们用最深度学习中最常用的优化器之一 Adam去做一个例子 在Adam中我们需要保存模型梯度和模型梯度 二次项相关的一些历史信息 我们称它为M和V 那么为了在显卡上完成这样的参数优化 我们就需要把M、V和G都放在我们的显卡之中 其中G就是我们之前已经保存在显卡中的梯度 那么为了支持我们的Adam优化器 我们在显卡中还需要额外的保存M和V这两个参数 那他们的参数量都是和梯度等数量级的 那M和V加起来就是一个至少两倍模型参数量 数量级的一个参数量 那说了这么多 就是这四部分就是我们在 预训练语言大模型在显卡中的主要的四个组成部分 我们用一个11billion参数的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11billion的参数对应这么多的一个参数量 那么每个我们都需要用一个比如说float类型 FP32这个类型去进行存储 他们每一个都会占用4的byte 那么我们把它换算成gb 它会是一个40gb的显存占用 那么仅仅模型的参数量就已经高达40gb 那么我们还有模型的梯度 还有模型的用力加器 还有中间结果 那这个显存的开效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讲完了我们的显存都去了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假如我们手头上有多个GPU 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感谢观看